在本视频中,您将学习如何控球并且改变球的方向 在复杂的形式中,控球并且改变球的运行方向可以让您摆脱附近的对手 您可以先观看我们关于控制地滚球和过顶球的视频 它们可以帮助您更好地掌握这项技巧 改变方向意味着您的脚与球接触的瞬间将球踢向球场的开阔地带 这样您可以继续进行盘带、传球或者射门 这个动作可以用于地滚球或者过顶球 可以用脚的内侧或者外侧完成 在本视频中,我们接到的是一个地滚球 用来改变球方向的脚的触球部位取决于您想移动的方向 如果您是右脚球员,就用脚内侧来视球向左移动 脚外侧来视球向右移动 在球向预定的方向移动之前,支撑脚要站牢 在本视频中,球员的右脚是支撑脚 用这只脚起速追向球前进的方向 在改变球运行的方向之前 观察四周,确定您要朝向球场的哪个区域 并确定这样做是安全的 现在您知道如何控制球方向移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